嗨,大家好,我是十七七的学员,我叫杨翠蓉 其实我也是算十六七的吧 十六七呢,因为是中途加入的,上了八天的课 刚开始八天呢,是断断续续的上 因为感觉到总是半夜会睡着几个小时 但是很奇怪,课程的内容很吸引我 我就感觉到,真的是跟那种大师的那种链接呀 我觉得他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愿意去追随 所以我就报了十七七计划呢 是从头到尾的都能够认真地听一遍 确实让我很惊讶的是,昨天晚上 我八点半就开始在那个英文台全程参与 上课,我还一遍呢,就是在看那个活出开悟的那本书 活出开悟的生活的那本书 我还在做笔记 相当于一心己用 但是我觉得都能够听进去 也能够记住很多知识点 我在记笔记的时候呢,就是突然明明这种写字呀 就是一笔一画写的非常的工整 我很惊讶是,以前我做笔记呢,就是手会很容易发酸发软 但是昨天呢,没有这种现象 然后呢,也写得很认真 哎呀,我就觉得好奇怪 并且,我从昨天晚上八点多钟到今天早上六七点钟 就全程一点饭困的意思都没有 我觉得想,难道这真的就是被大师点化了吗 就是感觉到,会有很多冥冥之中大师就在身边 他就会影响着我 然后今天呢,就是因为上午出去办了点事 又碰到那个思佛神一级点化 本来呢,感觉到赶回来参与的这个过程就很匆忙 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充满 可是当我飞奔回家的时候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就发现原来很多东西我是可以跟大师的这种链接更深刻一层 所以这个一级点化让我很震撼 真的感觉到又是不一般的 就是那种跟大师的链接又深入了一层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很好 有很多好奇的东西值得我去探索 说真的,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能够感受更多的就是第一,课程的好 然后呢,这种很有智慧的一个课程 第二呢,感受到人的这种温暖 有爱,大爱,很多志愿者同修们 有的真的就是跟着大课 十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来服务大家 我这边就是包括刚开始 有几个就是像义云啊,辣子啊,融融啊,丹凤啊 他们就是说当我们在设备操作上面 课程不理解方面 稍微遇到一点点问题 在群里面一发 他们自动的就帮助我们 所以我就感受到这种志愿者的大爱 嗯,所以呢 我也愿意多给就是找到自己一些有突破的一点 我会分享出来 嗯,好,谢谢大家 我也愿意就继续跟着上大师的课 然后呢,继续圆满自己之前的不圆满 嗯,继续呢,去实现我们的第三眼超能力 嗯,好,谢谢大家